看你硬糖发黑 脸色泛黄 气色不太好 不如开点药给你吃好吗 这么严重 下面镜头 嗯 脉象续乱 你怀孕了 不是怀孕啦 是胖了 没有了没有了 我只是最近吃太好 胖了没 女友你怀孕了 在你的工作怎么办 妈 你不用担心啦 现在有育婴津贴啊 搞笑影片点出年轻育婴妈妈 最担心的请产假 就没薪水难题 这是行政院官方点书 力推的政策宣传广告 就保年资满一年以上 我的小孩满三岁之前 办理育婴留置停薪 都可以申请津贴 尽管先前的慕兵篇 IP把军人当妈宝 但搞笑推政策 行政院自认效果不赖 再推续集 在餐厅厨房学了好几年 想自己开餐厅创业啊 来 我的书 这就是妈妈的 妈妈的 妈妈的 住床宝物 老妈的嫁妆 传家宝 全程儿子 创业基金 还不够 来 这条项链 连给你 这不是我的嫁妆吗 素人演员幽默诠释 宣传育婴津贴 创业补助 广告锁定的显然是年轻族群 很有搞怪的创意 笑点没有很多啊 而且基本上 这个话题应该蛮严肃的啊 老古版广告播了怕没人看 创意影片虽然吸睛 但创造的高点月率 却不见得每个人 都是因为认同 才按赞 这里先往正台北采访不到